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BPW Study Goonotes這次推出了5.9.100版的更新 那這次的更新終於跟上了潮流 Goonotes終於把以前令人詬病已久的文字功能 然後這次做出了更完善的調整 所以現在你在用Goonotes 可以像是在使用Word一樣 使用全螢幕的方式來打字 而且你的文字可以有不同的層級 還有不同的樣式可以去做調整 那我自己覺得是一個相當有感的更新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我當然會先來告訴大家 要如何開啟這個全螢幕打字的功能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我頻道的隱藏版小技巧 我會來告訴大家要如何善用這個鍵盤功能 讓你使用iPad的時候更有效率 那最後會和大家聊一下 Goonotes在現在這個階段 究竟能不能取代Word呢 好那一樣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先記得按下訂閱鈕 並記得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跟BPW相關的追星資訊哦 好那首先我們來教一下大家 要如何開啟這個新功能吧 那我們可以從兩個地方看到這個新功能 第一個的話我們點擊新增筆記本 然後我們新增之後可以看到這邊 會出現幾個綠色的符號 那這些綠色符號表示就是 這個全螢幕鍵盤功能 它專屬的一個頁面 因為你如果用其他頁面的話 它打起來的行距可能會跑掉 但是它這幾個綠色畫好的頁面 它就是專屬為它設計的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直接使用這個文件來編輯 好那在這邊就給大家看一下我一個新增完的範本 那我們可以從第二個地方看到它的更新 就是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鍵盤的符號 那我們點下去之後 它就會寫上打字模式測試版 好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新增好這個筆記本之後 我們只要點一下這個功能 那它就出現了打字模式 那大家在這邊可以看到 它就是一個全螢幕的呈現方式 那我接下來就可以開始來打我的文字 然後它文字的功能的話有分成幾個層級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它有四種標題 那這個是最大的標題 那我複製幾個給大家看 然後再來的話第二個層級的話 它就是標題2 然後我們以此類推 我把每個字型都用給大家看 大家這樣以後在打字的時候就會變得很方便 我們就可以直接新增不同的標題 然後段落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一般所認知的文字 就其實我們就是一般在打字最小的這個文字 那圖片標題的話 我目前就是自己使用下去之後 還沒有發現它的功能是什麼 對那我猜它有可能是Beta版的功能 所以還不公開還不支援 符號列表和數字列表的話 就是很直覺嘛 它已經畫給你看了 就是前面會出現小點 那或是有數字的符號 所以這樣子如此一來的話 你在打字的時候就可以分成很多的層級 就像我上面這個筆記的範例 那你可以去把文字 就是用不同的粗細 還有標題的大小去表示 那它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你可以去修改文字的顏色 比如說我把幾個 重要的關鍵字框起來 然後我們這邊就可以修改它的文字顏色 然後同樣的粗細的話 就是用鍵盤的快捷鍵 你就是按Command加B 然後它就可以調整文字的除息 這個就是要如何開啟全螢幕鍵盤的 這個功能的介紹 那接下來的話 我就要來告訴大家三個隱藏版的小技巧 然後來幫助你可以提升你在使用iPad的效率 那第一個小技巧的話叫做複製文字的內容 那比如說我們現在有一個老師上課的簡報 那你只需要用滑鼠 然後把這些字框起來 那你接下來只要跳到鍵盤這邊 按Command V 那它就可以直接自動貼上 而且大家可以發現 它已經幫你把文字的 行距這些都整理得很清楚 那如果你要去改變顏色跟標題的話 那你只需要直接去點一下 那下面的地方我們把它改成段落 那大家就可以發現說 就是我們只要從網路上複製文字過來 Guners它就可以自動幫你把一行一行編排好 而且每一行它都會照著這個行距製處理 那我覺得這個是相當有效率的 如果你要繪整一篇很大的文章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Guners當成類似在使用Word的感覺 那它就可以就是依序的把文字照著每一行打下去 第二個小技巧的話是你可以善用隨手寫的功能 假如說你可能自己的iPad沒有鍵盤 然後你也不想要用螢幕打字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在上面用手寫的 比如說我就寫幾個文字 對你看所以我就可以邊手寫 然後類似像打字的功能呈現 那它也是可以繼續往下寫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追求寫字的手感 然後又想要用這種文字的話 那我覺得就是用隨手寫是一個很方便的功能 而且隨手寫除了寫字之外 你還可以直接去選取你的文字 比如說我現在框起來這一段 那我想要去改變它的顏色 我就點一下 那這段文字它就會變成紅色了 所以你其實可以很善用Apple Pencil 它在iPad上面的一些功能 對那特別是在Goodnose上面 它就可以這樣子應用 那這就是關於第二個小技巧的部分 那你可以使用隨手寫 來幫助你做筆記的流程更加的快速 那再來講到第三個小技巧 因為這個打字它的這個功能 它其實和我們之前舊的打字功能是不一樣的嘛 那大家應該知道這個舊的打字功能 它其實會受到套索工具的影響嘛 我今天可能要把銀光筆這個地方選起來 但我發現我會移動到整個文字列 那這樣子其實是很不方便對吧 但是如果你在這個新的全螢幕的文字功能當中 那其實你在把這些銀光筆字框起來的時候 你並不會影響到下面的文字 所以我覺得這樣是很方便 你在更動圖片或是銀光筆的時候 你就完全不會影響到原本的地方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Goodnose它把文字 然後跟圖片和手寫獨立出來的一個很好的事情 這樣子它等於就會更高效率的幫你去做筆記 你這樣子就可以很快的文書處理 然後不會被一些其他的功能干擾 好那再來就講到影片的最後一個部分就是 Goodnose它現階段真的可以取代Word嗎 大家看就是我現在其實基本上文字打起來功能 然後我只要插入或新增圖片的話 這樣看起來其實跟Word的整個格式是很像的 那我覺得基本上算是60分 但是還有一些改善的空間 比如說像我打字打到最後行 如果我要按Enter的話 它會跟我說您的文字已經到達頁面底部 我沒辦法繼續跳行的處理我的頁面 我必須新增下一個頁面之後 然後我才可以繼續往下打 所以我覺得這個相對來說是沒有像Word這麼方便 Word你就是可以一直連續的把字往下打嘛 那再來第二點的話就是 它的文字功能居然只有這個 像是微軟正黑體的這種字體 它沒有辦法像是 就是我們之前舊版的文字功能有這麼多的字型 它只有一種字型可以調整 那我相信這個功能未來應該是有機會被打開的 不然你只有一種字體 其實還比較想要用我以前那個打字的偏偏體 看起來文字還比較好看整齊 所以我這個也是希望它可以改善的部分 那第三點的話 其實在本來的文字問題就存在滿久了 就是它居然還是沒有辦法儲存預設的顏色 所以你看像我這邊打字的顏色 那我選取之後 比如說我按這個顏色 但沒有辦法儲存到預設子裡面 所以等於說我這個顏色每次都要重新調色之後 然後我才可以把它放到GoodNotes上面 那我覺得這點對我來說是滿不方便的 如果GoodNotes可以在這次的更新 把這三點都調整完之後 那我相信它接近Word的程度 就可以到七成左右了 所以它就除了變成手寫之外 也是一個很方便的打字工具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關於全螢幕鍵盤功能的教學 那如果你對這個功能有什麼疑問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按讚加分享並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哦 最後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以獲得更詳細的資訊